近日,有媒体曝光了知名男星豆霄,与女友何超连的近照。 据媒体透露,两人当时现身机场,正准备坐飞机卖出,现场还有不少粉丝围观。 照片中,两人打扮得都比较低调,何超连,身穿一套带黄色条纹套餐,背着黄色小胯包,脚踩与双鞋脱,穿衣搭配的色系,很小清新,看过后,让人眼前一亮。 而豆霄,则是身穿一套黑色套装,上身长袖下身短裤,露出了结实的小腿肚,佩戴着,与女友同款的鸭舌帽。 一边是一身黑,一边是一身蛋黄,看来,这对小情侣的穿衣打扮,也在互相配合着对方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对小情侣此次外出,似乎是有意保持低调,豆霄随身背着的小胯包,价值980元,何超连,戴着的鸭舌帽,也是轻奢饰品,价值520元, 非常的接地气。不过,穿搭虽然低调,但是谈恋爱也不能。 豆霄与何超连,自打走进机场前,就一直很轻易地牵着手,并肩走,食指紧握对方,小手攥的都红了,也不放开。 直到遇到粉丝打招呼,两人才暂时松开对方的手,举起手来,招手斥意,而后,又牵起了手, 看来,他们还是如往常一般感情稳定,幸福恩爱。 两人一路同行,一直走到了检票口,豆霄,才从自己的小胯包中,拿出登机需要的证件,何超连,则是注视着他满眼的宠溺, 估计小两口平时的琐事,都是交给男方去做的,女方都已经习惯被照顾了。 前不久,豆霄与何超连,还被传出了,未婚先孕的传闻,有媒体拍摄到, 两人一同前往寺庙祈福,女方的小妇突出很明显,被怀疑是,还没有结婚,就已经怀孕,所以,前来寺庙祈福。 当时,何超连与豆霄,并没有回应这件事,所以,大家也不确定,是否属实。 但从这次曝光的近照来看,何超连,显然是没有怀孕的。 他的小妇平坦,并没有过于突出,腰脂纤细,身材苗条,没有孕妇的模样,未婚先孕的传闻,显然不攻自破了。 据悉,何超连与豆霄,于2019年,正式确认恋行,现如今,两人已经交往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了,感情一直稳定,每每被拍摄到一起出游时,也非常亲近,只不过,关于两人的婚事,却迟迟未定。 前段时间,刘嘉玲还不小心爆料,两人已经结婚,引得不少网友欢呼。 结果后来发现是口误,刘嘉玲,又赶紧出来道歉,其实,两人暂时还没有结婚,不过,恩爱程度,与新婚夫妻,已经无疑。 为此,不少网友,一直苦苦等待两人,的好消息,特别期盼他们两人结婚,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尽快传来好消息,进入人生的新阶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